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楚桥和宇文约的青海王有什么关系 不少人好奇楚桥身世之谜 楚桥是穿越来的吗 下面带来楚桥真实身份介绍 楚桥回到宇文家 有了一堆的姐妹和兄弟 自己排行老六 但他却对这一切似乎不太清楚 应该是失忆了 这个剧情说明 楚桥原来的真实身份是需要隐藏的 也就是说 楚桥并不是生来就是女奴 而是有另外的 不便让人知晓的身份的 经家父母一定是跟楚桥母亲认识 并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不但收养她还掩护她 可见楚桥的身份一定很特殊 前半有些说的是楚桥和雁巡一路相伴相随 楚桥祝雁巡完成愿望 雁巡一向爱护着楚桥 但到后来 因为楚桥信性仁慈 与君王风格的雁巡两人越走越远 终究楚桥离开了雁巡 和一向保护她的宇文月在一起 两人终究成了明洞内地的秀美王和青海王 开创了昌 成城市 楚桥嫁给了宇文月 生了三个孩子 其中一个女儿总是沾着李清荣 李策的儿子 赖兰红叶嫁给了雁巡 后来死掉了 雁巡一直不知道那蓝红叶 就是与他突兴的所谓就是 那个小王叶宇文月成为青海王 后登基为帝 实行一期制度 楚桥为秀丽皇妃青海 雁巢 大侠 变唐定立条约 维持了七十多年的和平 楚桥绅世之迷介绍楚桥回到雁巡家 有了一堆的姐妹和兄弟 自己排行老六 但他 却对这一切似乎不太清楚 应该是失忆了 这个剧情说明 楚桥原来的真实身份是需要隐藏的 也就是说 楚桥并不是商来就是女奴 而是有另外的不便 让人知晓的身份的 关于楚桥的妈妈及绅士 有网友做出推测 楚桥妈妈是某谍报组织 很有可能是谍制天眼的关键人物 楚桥母女被追杀的原因可能有两种 一脱离谍报组织被组织追杀 二因为是关键人物 所以被另一方势力追杀 而且都与宇文家息息相关 宇文后是宇文席之子 也就是宇文三房家的 想收拢楚桥失败便追杀他 但被楚桥打死 另外 楚桥梦中的黑衣人 还有跟宇文学发消息的黑衣人很相似 京家父母一定是跟楚桥母亲认识 并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不但收养他还掩护他 可见楚桥的身份一定很特殊 电视剧才播出了四集 关于楚桥的身世仍是一个宣念 但是因为剧中出现了谍制天眼 这个组织原本是在楚桥传 收邮中 于是便有网友将楚桥的身世 与手邮联系了起来 于是猜测楚桥的母亲 或许是寒山莫蒙主洛河 分享 在相关阅读 楚桥传语文乐 为什么给楚桥去名叫星儿 楚桥传热播 虽然我们都知道女主叫楚桥 但目前为止 女主已经换了好几个名字了 楚桥为什么又批叫星儿 楚桥传语文乐 为什么给楚桥去名叫星儿 楚桥叫星儿有什么寓意 点击下一页来了解一下吧 电视剧楚桥传正在热播 早在该剧开播前 大家就通过各个渠道 大概知道了剧情还有角色设定 我们都知道该剧的女主叫楚桥 但是一开始又叫金小六 我们知道小六应该是养父曲的 那之后为何又叫星儿 星儿是宇文乐提升楚桥当她的事情婢女 是为她起的名字 与其说是名字不如说是个代号更为贴切 但是这个名字应该也是有寓意的 星儿有什么寓意 宇文乐和星儿本来就是官方设定的一对 所以燕巡的结局注定成为炮灰了 虽然宇文乐剧中的人是冷冰冰的 但是和星儿接触的最多 想必剧中宇文乐和星儿 也是日久生情吧 而且星儿的名字还是宇文 乐给的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 但是星正好配宇文乐中的乐 这一点算是被燕巡说中了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宇文乐 其实从一开始心里就挺在意星儿的 据悉原版的结局中宇文乐和星儿是在一起的 但是却为了星儿和好兄弟燕巡反目成仇 而且钟星儿的妹妹小八后来 也喜欢上了宇文乐 不知后续会不会对星儿造成不利 看来宇文乐像和星儿在一起还要经历很多 而且两人均有情敌 两人的性 可也很突出 都不是儿女情长之人 所以两人的感情故事 可能会在剧中最后的部分体现出来 楚桥传宇文乐 为什么惩罚星儿电视剧 楚桥传最新的剧情中 星儿和锦竹发生争执 星儿已经是宇文乐的事情婢女 但是却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要惩罚星儿 宇文乐是真的想惩罚星儿吗 宇文乐惩罚星儿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宇文乐并不是真的想惩罚星儿 紧逐偷袭星儿的时候 是宇文乐出首相救 虽然宇文乐 给了星儿一巴掌 但实际上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出 他对星儿的偏袒 随之 虽然宇文乐把星儿拉到密室 让他训练如何躲避剑 其实这也是为了训练星儿的眼积手快的能力 能在锦竹面前应付自如 但是这并不是宇文乐真正的目的 最终 从宇文乐在人猎场发现星儿身手不凡时 就开始关注星儿 派人去调查星儿的身份 但是并无所获 在密室训练星儿时 星儿的武功进步神速 更是引起了宇文乐的 怀疑 一个不会武功的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领就别人一年才练会的功夫 除非是从小就受过特殊的训练 宇文乐看得出星儿是个练武的奇才 所以宇文乐训练星儿的目的 是为我所用 日后能对自己有帮助 但是宇文乐还没有弄清绅士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也不敢贸然表达自己的用意 分享 在相关阅读 迪丽热巴发微博正式退出跑男 原因让人心疼跑男到了第五季 支持许多观众持续看下去的原因是习气 缺少构思 剧本显着 演技为难 节目作用和口碑与日俱下 许多人说 跑男由于迪丽热巴的加入 注入了新的颜值和快乐 假如本季跑男没有露寒 和迪丽热巴的陆迪配偶 节目收视率会不忍目睹 最新一期跑男 节目组为了迎接 Angela Baby回归 专门打造了场 地 粉色的地毯 粉色的花瓣 粉色的世界 Angela Baby 由如粉色公主一般 翩翩而来 可谓排场十足 Angela Baby 回归之前 迪丽热巴一直被称为团宠 Angela Baby 回归之后 一切都变了 不比不知道 节目组对Angela Baby 竟然如此偏心 对比当初 迪丽热巴出来炸到 一条红色的地毯 冷冷清清 更是尝到胖地怀疑 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 值得一提 那是 迪丽热巴随着最后一期的拍摄结束 将永远离开跑男团 迪丽热巴出来炸倒 受尽跑男家族的冷落 也终于在这里待够了 在他离开之际 依然发微博祝福跑男越干越好 事实上 作为顶着带跑者的身份 迪丽热巴 加盟跑男后 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全国观众对Angela Baby的认可都太高 对迪丽热巴的有太多了不看好 我想 迪丽热巴离开跑男是早已预定了的 他从一开始加盟 就 预示着有离开的这一天 只是这一天来得太快撒狗粮 岳云鹏夫妇夜晚骑车 老婆素颜还挺迷惘 易娱乐6月8日报道 6月7日晚 岳云鹏老婆通过微博晒出和岳云鹏 骑自行车的合影 并配文 吃饱了 运动运动 照片中 岳云鹏老婆穿着黑白条纹上衣 素颜出镜 岳云鹏骑着自行车 在身后成功抢镜 两人微笑面对镜头 稍后 岳云鹏转发此微博并秀恩爱 称 网友看到此微博后 纷纷围观并留言称 好般配的一对 嫂子真好看 也有网友调侃道 媳妇好看 你很风骚 越是网产武能看步 邓超结婚六周年纪念日是爱孙丽 洗脚水以备好 网易娱乐6月8日报道 据东森新闻报道 邓超和孙丽七日一早庆祝六周年 并找来五岁的儿子等等 三岁女儿响花唱歌让世界充满爱 她和妻子在2010年2月8日登记结婚 而且还是自己的生日 2011年6月7日举办婚宴 每年只要遇到纪念日就会发文庆祝 这次跟放出儿女的歌声至于网友 还留言给爱妻 媳妇 洗脚水 已经被好了 等等 花花的歌声可爱 配上一家四口出游的照片 邓超在留言串频频写道 唱得好吗 我拍的MV棒吗 还透露自己其实也唱了一个版本 吸引大批网友敲网球分享 她还到孙丽的微博夸奖 儿女基因就是这么神奇 孩子们唱歌就是不一样 媳妇好棒 除了特别的日子满六周年 邓超早在2月8日生日 晒全家福照 庆祝结婚满七年 祝我们结婚纪念日快乐 2 人婚后演绎事业都更上层楼 有时间就带一双儿女出游 经常被民众目击幸福日常 每次在网络公开晒恩爱 总是闪瞎大批粉丝 被暂时立派夫妻 请不吝点赞订阅